农夫和蛇 冬天来了 天气非常的寒冷 河里结了一层厚厚的冰 连泥土都冻得硬邦邦的 因为农夫盖完农活往回走 他走着走着忽然发现路边有一条冻僵了的蛇 蛇一动不动 看样子冻得快死了 农夫看着那条蛇觉得很可怜 打算捡起来救活它 但想到蛇会咬人 尤其毒蛇还有制人死命 连忙松下手放下蛇继续向前走 农夫心中始终放不下那条蛇 心想 如果我不救他一命 他肯定必死无疑了吧 于是他又返回蛇的旁边准备救他 但一想到毒蛇的厉害 他又犹豫了 天气渐冷 农夫搓着手 喷了口气 终于拿定主意 救舍一命 虽然蛇是会咬人的 可是如果我是他的救命恩人 他就不会再恩将仇报咬我一口了吧 农夫心想 好心的农夫将蛇捡起来放入怀中 享用自己的体温使蛇苏醒过来 然后继续赶路 过了一会儿 农夫看了看蛇逐渐苏醒过来了 但是还是不能动 农夫心想 不如好事做到底吧 于是他解开衣服 将蛇放进了里层的衣服里 享用胸膛的温度把蛇捂暖 果然在农夫温暖的胸膛上 蛇很快就能活动了 农夫突然觉得胸口一阵尖锐的疼痛 急忙解开衣扣 发现原来是蛇咬了他一口 农夫十分生气 抓起蛇用力向地上一扔 狠狠用脚把蛇踩死了 可是这却是条毒蛇 毒液很快蔓延到农夫的心脏 农夫只觉得眼前的一切变得模糊不清 他知道自己不行了 他很后悔自己救了一条蛇 但此时后悔已经没时已晚 唉 毒蛇咬人的本性是不会变的 对于恶人 农夫林中前发出如此感悟